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甲店 The Store的负责人物财艺Ashley来接专门专访 Ashley你好 你好 Ashley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起心动念啊 或让你自己想要出来创业 因为我会想说就是 因为我自己原本的背景 目桌背景已经是十几年的经验 那我们想要用就是创一家店 然后让目桌这一块更贴近我们的社会大众啊 跟我们的客户这样子 对 所以后来我想说 我们开了这家店 然后除了我们的目桌之外 然后结合因为一甲店喝甲的甲 我们结合了吃这一块 然后让大家说 我们来吃的时候用我们的目桌餐盘啊 然后就可以知道 我们在家里面 就可以就这样 把这一套整套的目桌餐具给带回家 更有概念这样子 所以 对 是 你说透过餐饮大家可以了解目桌 对 他会有兴趣 然后他如果他就可以带回家 对 没错 所以这个是你当初开店的那个 起心动念 对 那为什么要取名叫一甲店 一甲店 对 因为其实义是 我自己本身叫做产义 对 然后义其实当然取一开始我自己的名字的部分啦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生成的意思就是 心意与回义 回义就是因为早期我们都是用木桌的产品嘛 对 就早期的古代的时候这样子对 那 心意的话就是来到我们店吃了新的东西啊 新的餐点啊 然后不管是DIY啊等等的 他有带回新的回忆这样子 对 那甲就是 为了让大家知道说 这家店就是有卖吃的哦 所以就有合夹的甲 合夹合夹 一甲店 对 然后一甲店其实谐音就是一家店 那又很好记啊 我们要去一甲店哦 对 是是是 所以就这么来的 这么来的 好 那因为 那你那时候创业算是 刚好在疫情期间 对 那你在疫情期间开店创业 有没有遇到什么的困难跟挫折 当时的话因为 其实对我来讲 在开店 因为那一年其实我原本的木桌的背景 刚好有一个空脑的时间 对 那我可以把这样的时间 反正运用来说思考说 我这家店它可以怎样的 可以思考更多啦 对 就想说这家店到底我们可以怎样的运作啊 这样的背景 对 所以反而是因为这家 这样的疫情的关系 反而让我能够思考最创的这家店这样子 哦 觉得反而是因为疫情期间 对 让你有时间可以去思考 对对对 哦 可以做更周全的准备 是是是 对 那一甲那你们一甲店 这一家店它最当初的基因里面跟核心价值是什么 其实基因里面一开始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餐饮去做推广的木桌 嗯 对对 那它当然也会希望说我们能够更贴近社会 不管是回馈社会之类的 对 是 哦 这是最当初的想法 对对 好 那你们一甲店里面你刚刚说有木桌的部分跟餐饮的部分吗 嗯 那你们的木桌的部分有哪些特色 好 因为其实我们这家店里面啊 木桌的部分不管是餐具类啊 或者是一些办公室用品啊 或是生活用品 都有 都有 都是到现在宠物的餐台 我们都有制作 哦 也有宠物的餐台 你想得到的 对对对对对 它就是其实就是生活起居里面 用得到的其实都可以找到我们 那还有另外一块的重点就是我们可以做客制化 哦 就是比如说你来到店里面 对 吃了假设吃了我们的一个餐点水饺好了 嗯 对那你可能餐盘啊 筷子啊 筷架啊 托盘啊 都是用我们店里面的一个作品 是 对 那在吃的过程当中就会看到 哎 这个杯子你好喜欢哦 嗯 你就是也可以把它带回家啊 直接购买给带回家 那你可以带我们家上去欣赏更多不同的产品 甚至你还可以就是在这个杯子做客制化 你可以刻字啊 哦 刻字 刻名字啊 对 刻名字 或者是你回去之后啊就想说 哎 我想要送朋友 不管是公司或是社团 我们是社团活动 我们可能有多少的数量 我们都可以帮忙承接这样客制化的内容 哦 就是说可以在上面刻字 刻名字 对对对 可以刻字化 对对对 或者刻字化 是 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种 所以你们等于是小的东西有做 不一定一定要餐盘这么大 没有 像我们小到钥匙圈 小到钥匙圈啊 小到钥匙圈啊 对对 都有制作啊 哦 那会有可以DIY的部分吗 DIY的部分其实就是 很多比较简易的 当然就是比如说杯垫啊 对手机架啊 这一类的 然后可以做所谓的彩绘啊 烙印啊 哦 对都可以做体验这样子 哦 所以也可以DIY体验 对没错 可以DIY体验 哦 那你DIY体验大概就是 一次可以多久时间 要事先预约吗 哦 第二体验的话 如果说 我们店里面 比如说今天的时间 刚好是可以的 你直接来找我们是当然没问题的 那如果说有一个 比如说你们有一个小团 小社团啊 比如说10人20人以上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会给我们事先预约 我们可以事先的安排好 这样子是没问题的 哦 就是可以事先安排就对了 对对对对 那如果说你只是刚好来 我们光复庆祝我们店家逛逛 然后上来吃点东西 那下午还有一些空 就还有悠闲的时间的话 那也可以再回到我们店 直接预约 直接预约 比如说早上中午吃饭的时候 是 对那种说 因为我们下午有没有时段 可以来做DIY 也是可行的 也是可行的 对 没错 哦 好好好 那 欸学琳那 你刚讲的是那个 木座的部分 对对 而且你不是也有餐点吗 对 那你们餐点的特色是什么 那你们特色其实一开始 我现在是主要是以季节的方式 比如说对季节 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弄的彩色水饺鱼 为例子好了 彩色水饺它的蔬果皮都是 不同不同的蔬果 那可能当季 比如说我现在是南瓜盛产 对 那我的彩色水饺 我的水饺皮就会比较偏黄色的 就是彩色水饺 对那可能现在下 可能接下来菠菜 可能没有了绿色的水饺皮 可能就在做提款这样子 对它的特色就是 我们会跟我们的在地的一些 呃 市场啊 去搭配说 我们讲怎样的食材 适合我们这个季节 是 那这些季节可能水饺没有了 那我们就改过像抓饼之类的 对 就是餐点也会随着季节不一样 对对对 去做主推 那当然还有像饮品的部分啊 也是夏天可能果汁 果汁就会比较多元一点点 对 那冬天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咖啡 对 对那对那其实像我们又会咖啡日啊这样子的活动 这样子对 咖啡日是什么样的活动 咖啡日其实我们主要会是现在 在这个季节里面 我们会是固定的礼拜四礼拜五 对会来到我们店里面 那我们就会可能跟分享说 我们不同的豆子吃喝起来的风味啊 对对手冲咖啡 是对 那会教大家认识咖啡吗 有这么咖啡日有这么的 可能会认识风味 风味 对可能有不同汁的咖啡豆 我们冲出来它可能喝到这支汤 可能会是有带一些水果香的啊 或是坚果香的啊 那因为它是中烘焙中烘焙浅焙 这类的差异 会让它去喝那个不一样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对 是对 所以咖啡 那除了这现场喝它可以 有那种外 比如说绿瓜包可以 有有有有 我们有吃过绿瓜包还有就是豆子 咖啡豆整包咖啡豆 可以带回家 如果说你家自己有磨豆鸡也都可以带回家 哦是 那你们除了这样子会不会因季节 比如说什么圣诞节 或是过年特别餐点 哦会像其实刚刚圣诞节刚结束 我们圣诞节的话 我们就特别做了一个西班牙的烘蛋 这是到就是国际化一点的餐点这样子 对是西班牙的烘蛋这样子 对就结合这样子 哦 那过年会有年结的礼盒吗 我们现在预计之后可能会推出所谓的像一些过年礼盒 就是产生水饺 它可以搭配我们的木座餐盘 可能就是买了这一整套的礼盒 那我们就是水饺直接配送你回家就是煮了 然后用我们的餐盘直接盛出来就是一个很喜气的一个一道餐点的样子 哦所以你们的礼盒会把餐盘跟餐点结合在一起 没错没错 哦就是我买这个礼盒 有除了有水饺然后我有餐盘 然后我煮完就可以放在这餐盘上面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是是是 对哦 所以你们等于说你们过年也会有年结的礼盒这样子 对我们会出过年礼盒 然后甚至我们还有所谓的脆果干 因为喝咖啡我们配一点小点心嘛 会喝对 对我们有脆果干 然后脆果干其实也是用当季的 选择当季的水果去做的 脆果干是怎么做的 它是我们是特别是用所谓的冷冻干燥技术 是一个比较新的技术 它就是没有油 不会有高的油脂啊 对那大家可以吃到水果 就是脆脆的那种风味这样子 所以它吃起来是脆的 是脆的 所以才叫脆果干 对它不是一般的那种就是软Q软Q的那种果干 它是脆脆的像饼干那样子 是是是 对但是它有很天然的一个食材 对然后像我们去年就有推出脆果干礼盒 然后选用的就是苹果 对那我们就是平平安安 这是一个过年礼盒的祝福这样子 哦 所以其实你们也会因应不同的节日 推出不一样的礼盒 没错没错 那礼盒的内容可能就是果干的口味风味就不一样啊 对对对 那会那因为其实会特别针对中秋节吗 中秋节我们目前是还没有特别 但是我们中秋节有就是所谓的会主推一些我们的庭院市集 哦是 对对对就是可能你特别来 那我们可能就是庭院我们会做一些手作啊 或是结合不同的素材 比如说干燥花啊等等的 对会有一个特别的市集活动这样子 就是在你们自己的那个庭院办一些 办一些要小型的市集这样子 对没错没错没错 哦所以其实等于说到你们一家店去除了有好吃的餐点 然后有木座我也可以DIY也可以体验 是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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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那那个 欸雪凌她有没有客人啊吃了你们家的餐点 她的反馈让你觉得还蛮有成就感的 有因为其实我们这家店就是大概就是两年左右的时间 对那我们就是有季节的季节的餐点嘛 对对对那我们就有遇过就是吃过我们的产色水饺的 在我们的下一季已经推出新的餐点的时候 她有回馈回来 欸我想要再吃那个产色水饺 他还是很怀念这样子 对对对但是她当下当然是没有产色水饺了嘛 那但是她还有选用我 点餐了我们的抓饼 那她有回馈说欸真的很好吃 对对对那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客户的满意 就是客户那种就是很开心啊吃很开心 对对对那种回馈对我们来讲是真的很感动的啦 对哦对等于肯定你啦 对啊肯定肯定 是另类的肯定 对那你们一家店 然后未来有没有一个短中长期的规划 短期的话 短期其实就是像我刚刚有提到我们会用季节的方式 就是这一季有特别的节日啊 比如刚刚过的圣诞节啊 然后接下来过年啊 对我们就会推不同的季节的一个活动 像过年我们就会做一些元宝啊 春服播电啊 那是DIY比较应景的 对这是每一季每一季的活动这样子 对那其实中长期的话 中期我们当然会希望说 欸我们能不能跟一些餐饮店结合 因为我们是我们刚刚要有餐盘这一块 木座的部分有餐盘这一块 对那我们可能就是 有没有可能推广到我们的餐 各家的餐饮店去啊 他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餐盘 然后呈一些他们的餐点的客人 对那这样其实这是也是我们能够 不管我们木座跟收入的一个来源这样子 对那其实到长远来看 对最长期 对最长期来看 当然会想说我们这样这一家店 我们在经营方式 经营的内容模式能不能就是做了分店 或是有喜欢的人也可以来做加盟之类的 对也是希望可以展店 展店的最长 是是是是是 最长期啦 对最长期的部分 是好 而且那现在很多人对创业啊 可能跟你一样 他有他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的创意 对对他想要实现 那他们想创业 那你会给他什么的建议 怎样的建议喔 因为其实开店啦 最现实的就是一定要有基本的营收收入 这块是我们一定要考量的 但是我们在开店前 就是要去做一些功课 对那对我来讲 其实我更在意的是一个社会回馈的一个想法 就是我们可能 譬如说我们在做一些市集或收入的时候 可以一部分像我们就会回馈给一些 有让动物之家 对或者是找一分我们的餐点 就会跟一些市场市集去做结合 市场小农这样去做结合 对就等于是在回馈给社会这样子 所以你是觉得说创业的话 当然自己自己要顾保 顾保对 先顾保对 顾保之后其实有余力的话 其实可以回馈社会 对对 因为这样子品牌才会走了长久 是我是这么想的 是是是是 而且这会是一个好的善的循环 对 是 谢谢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一甲店的 The Store的负责人 乌彩艺Achely来接收买专房 谢谢Achely分享 谢谢 谢谢